全国人大常委会明天起年三日在北京开会 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议程上没有港区国安法 假如需要加快工作可以加开会议 被问到立法之后会不会有部分案件 移交内地法院审理 谭耀宗认为是一个选项 谢轻宜再报道 人大常委谭耀宗启程上京 出席星期四起一年三日的会议 他说暂时未见到议程中有港区国安法 和加快工作首先要在法工委 提供条例草案出来 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尽快开会 或者加开会议 所以暂时不清楚 只是知道他们应该很积极 在进行全力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今个月内会不会有草案 甚至拍板表决 他都说不清楚不揣测 国安法立法后 中央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管车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谭耀宗不排除是在内地审 他又说未知日后内地驻港国安人员会不会慈喊 有线电视机就在正轻而那里 一手採握有线新闻 人员会不会有线电视机就在内地 进行全力去做好